近脸书和Google之后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也推出了涉及疫情的讯息标签进一步限制 不时讯息的扩散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此次推特发布的涉疫标签将针对有关新冠病毒的误导信息 有争议或未经验证的推文 推特公司表示如果推文被认定可能会导致伤害的内容甚至会被删除 涉疫标签将会警告推特用户涉及疫情的信息未被证实 并将其引导至包括卫生机构和主流媒体等权威信息源 虽然公司后台无力进行整个事实的溯源求证 但涉疫标签可有效限制不时信息的进一步传播 而那些直接对健康造成危害的虚假信息将会被系统删除 例如推特公司近期大量删除了关于戴口罩或导致疾病 并鼓励人们无视社交距离的推文 涉疫标签将被标注在那些与公共卫生专家的指导相抵触的推文上 并附上公共卫生机构信息链接将流量引向权威机构 斯坦福互联网观察员表示 鉴于信息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 平台有义务提供工具来帮助人们知道哪些信息值得信任 但与哪家权威机构合作和如何快速反应是这项改变的重点 遗憾的是推特官员拒绝透露 哪些个人或组织能够作为识别信息真伪的合作伙伴 仅仅透露是非盈利组织 推特官员同时表示 他们发现用户不希望由社交平台来决定哪些信息是真假 但他们确实希望围绕着推文提供可靠的上下文资讯 因此那些误导或包含不识信息的推文不会被平台删除 取而代之的是 社交媒体平台将通过阻止推文的曝光率 来减少有问题推文的传播范围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 知名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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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